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六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社交移民能有效对抗社交媒体霸权》 对赛双方为正方保良谷赛计有学校 以及反方保血会上至英文书院 现在帮我介绍双方辩元 正方主辩谢乐盈同学 第一副辩诺瑞桥同学 第二副辩钟善怡同学 结辩何芷晴同学 反方主辩张泳英同学 第一副辩王卓南同学 第二副辩书澳晴同学 以及结辩王乐欣同学 我们也很高兴邀请到三位评判为本场的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员李子凯先生 香港浅会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员方建军先生 廖宝山纪念书院中文辩论队教练曾施齐先生 先请正方主辩发言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解除正音并向镜头点头示意 主席,不好意思,是反方 我想问一下,是否申请俄语使用 除了之前联赛说,可以用Facebook、MeV 如果有新的,是否现在申请 是,请问是哪个俄语? 我打在订阅室里面 好,谢谢你 是 我觉得我该习惯了 是 如果我们大人 permeacer 文书可以估计 是 。 甚至是 正方主便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固話,請向鏡頭檢頭示意 叮 在香港社交媒體界發生了一件大事 高等統論區在三個月之內 Alexa排名由14個月至30個月 Alexa排名在計算網絡媒體的使用度 半年之,只不過三個月 高等就由討論區擁投資到神坦 假扮這個哥利亞的大位 就是生成了比例年生討論區 主席評判有關同學,早晨 按照討論,你反而言論 可以有法對抗社交媒體發卷 在這場中目的高等年生大事 已經是一個位證明 當年高等在討論區培託全會讀領豐蘇 因為強制評判的程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是其中一位評判 因為我不知道其他評判聽不聽得清楚 我自己比較聽得不太清楚 站前一點收音去講 可能會好一點 這裡,示威示威 主席是否OK 第三,霸權的存在是怎樣形成呢 我同學一出來跟我們說 現在我看到有跟我的言說 現在霸權一樣 真不不然就說要對抗霸權之所以形成 是因為他們的資源完全不掌握其他人 連書第四度的營收是280.72億美元 但他們的收入仍然只有27.73億 就算有生存進入也好 完全不影響他們的霸權行為 因為他們絕對在這個原始的優勢 壓住他們 於是他們就會好像屈成這樣 逼人屈服於他們的規定 就好像他們禁了一些 有關政治立場的新聞等等 但近來都沒有人可以 令到霸權的霸權 霸權的霸權 所以其實就是誰帶誦 誰正確 資金技術人才不夠霸權盒 就不會可能對抗到他們 多謝大家 反方第一副變發言時間為3分09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但我想問一問 因為我自己聽的時候 反方的聲音其實 尤其是他講得急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不清晰 想問評判會不會覺得 都有這個問題 或者很影響評分呢? 他有一點點力 但我大概都聽到他講什麼 但如果下一位辯論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可能會比較好 同樣都是這樣的想法 想問一下反方有沒有辦法 譬如你的新聞設備 會不會擺近一點點 或者是真的網絡的問題 因為有一點點力氣 試位試位請問現在是清晰不清楚 現在這樣聽是清晰的 對,因為可能我幫他之後的 發言時會再拉近一點點 好,麻煩了 謝謝 然後是正方第二副變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等時光倒流10年 曾幾何時 酒飲一定有如此 冬天最遲是穿皮草 跨國企業工廠回請同工 但10年後的今天呢 全球多國這麼如此 Cata Gucci等大品牌戲用皮草 同工亦被廣泛取體 為什麼? 因為人們的意識覺醒 於是發起抵制 天際廣告商要照顧民意 離棄被抵制的企業 當時事成熟的時候 甚至要推動立法 聽起來很熟悉呢? 和今天我方正立變態的三大方向 予出一次 雖然社媒免費 用戶理量上不需要消費者 但因為用戶有廣告價值 所以社交媒體就等於不停地 割社媒的用 發權怎會不欲通? 可惜今天有分同學就好像一口吐定 罷買罷用 沒有可能的日子一樣 犯了幾大錯誤 第一,今天有分同學無短 其實我們有說有時才有機 有分同學似乎不明白時機的重要性 一直執著我們證明 用社交移民對抗發覺 現在立即就會看到效果 它用這個WhatsApp和Signal的用戶 會不會有數量對比 但根本不考慮到 其實社交移民是一個階段 它千年是需要時間 你根本用當下的結果來判證 整件事的成效 根本是太闖脱、太矛盾 而你這樣判證 現在是沒有百分百的成功 就是這樣輪證社交媒體是有效 第二,今天有分同學 有分同學也是很短時的 有分同學就是覺得 社交移民是用戶 和用戶之間的遷移 但其實就沒有看到背後 可以引到什麼勢力出來 我們今天看到 在社交媒體社交移民之後 有很多不同的政治的勢力來介入 他們會譴責 他們會作出實際的行動 這些行動也會導致法庭 作出退讓 而這個最好的證明就是WhatsApp的例子 有分同學 這些又為什麼不算是一個退讓呢 第三,有分同學也是很悲觀的 他們覺得現在 Signal的用戶 用戶現在不會 因為現在沒有被WhatsApp那麼強 當然,因為Signal是更快才興起一個社交媒體而已 但是有分同學就覺得 有分同學就覺得 其實這樣他以後也不會影響到他的市場份額 但是當這個社交媒體給了一些時間 他原來要壯大之後 他裡面的資訊流通會多 他吸引的人也會增加 他會有能力跟WhatsApp抗衡 但是今天有分同學制存在當下 Signal判決了死刑 連一個機會都不給他 現在說回我方的論點 你記不記得我方的開篇提到大衛激發巨人哥利亞的展告呢? 當日大衛以石頭激中巨人取勝 而今天我們提出社交移民引發政治競爭和受益三方面施壓 首先說廣告收入 社交媒體爆出私人的醜聞的時候 廣告商就不會想和社交媒掛勾 而2020關於活動21 Twitter的廣告收入下降2億 Facebook廣告收入下降18億 直接影響社交媒最主要的收入樂園 第二是股價下跌 而這個是特別嚴重的 當推特宣布特朗將特朗普的帳戶停用的時候 公佩物協定了12% 證明可以直接令公司的資產蒸發 而有方同學最後都然而未回應 我方開篇到現在提到的一個關於政治壓力的問題 想問這些政治壓力 為何會造成社交移民的推揚呢? 謝謝 正方第二負別發言時間為3分12秒 無超時無需求婚 接下來是反方第二負別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問 視慢 視慢 詳細聽得清楚 可以 各位,大家很容易去看看有方的论证 看看有方的标准 有方一开始就说原来要退让 接受我们才叫做直通对抗 但是在延迟接受的期限 我方不明白是对抗了什么 有方说社交严谋比重 所以他就延迟接受私隐的期限 但我方不明白,迟些才要你先 给多些心理准备 等于改善有些什么 如果有方问证有效的话 那些应该是整个私隐条例 而不是早接受或迟接受的问题 因此有方在这个例子上已经说不下去了 第二,我们来看看有方的蜡蜡 有方觉得原来义父说 现在我们来保证会务校已经太闯绝了 所以现在已经是有效的 因为转变是要时间的 有方觉得现在已经算是有效 首先有方已经承认了 我们看到它升幅不是短期的 而社交严谋是需要做到长时间的对抗 我们来看看例子 1月的时候,MIV在全台总共亿论 暴升至超过1400万 但因为用户量急增 1月9日MIV死了机 更加有不少用户投诉MIV的在用时间监控 更加强的指责 但Basebook现在每天在说用户人数 8.2亿都尝试未出现这些情况 一次又可以论证给我听 面对霸权在远面和硬件上的优势 小平台要怎样赢到霸权 第二,我们来看一看 有方说需要团结 有方说 然后,他从早开始退了 开始讨论哪些政府,哪些势境 但我现在向你看见过 现在大众一无疑 现在只是做到定用 甚至明Watts翻译自己也说 推出了私隐团内之后 有用户反而不潜传升 因此我方不明白究竟有什么被推入了 他方看看后华开始讨论 原来起码有用得好 比以前没有用得好 现在不是我方消息 是我方没有证实在见过 因此当有方後中所分的 身理系统体交出的议 看到媒体发团的用户人数不跌反正 甚至远远抗离新媒体 为什么呢? Mewi公司成功的数据 2021年2月澳洲用户大概有1,100万人 但联署原来单个月 每日用户已经有足够2,536万人 因此看到Mewi的用户人数仍然比联署抗离一大月 Facebook仍然在用指财地位 我分不明白发团阻扩扩在这里又改善了什么 说到没有 全家年龄最高最终流行成功 最终流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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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性反正的网络 才有问题的股声很高 大家不断层性 说要拉大那些网络 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电话 有多少人是真的没有网络 可以删除网络 以后转用信号呢? 是,我们是用了网络媒体 但对媒体发团来说 我们这个问题是重型的地位 因为不论是用户量还是发团 本身软件和硬件性的优势来说 他们仍然有本质在社交研议下 接下来我们提领不合适的位置 反方以赴发言时间为2分54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轮发问 现在先请正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你必须开启镜头 试咪试咪 主席听得清楚 有了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叮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我们今天看到无论是全面的社交移民 一个好像业方同学口中 又用身又用够都好 我们依然看到这个行为是会造成庞大的政治压力 迫使社交平台退让 因为社交移民 各国政府见到民意洶涌 而一个政府要长久 就必须要听从民意 实际上我们都见到印度政府又因为 社交移民而抵制WhatsApp 有方同学就一直避移不答 不敢跟我们讲印度的例子 有方不如直接回应 WhatsApp 需要计划一道销 言辞计划平息民分 为什么不算退让 有方又不通认为 政府是没有能力抵制社交媒体霸权 而社交媒体霸权又不会因此而害怕 从而作出退让 请有方正面回应 现在进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準備的時間結束 現在反方可以自由派出一位台上邊緣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CE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聽清楚 可以 請 請 請 首先感謝有關同位朋友 有關問我們說 覺得政府有沒有能力打壓這個爆端 有關同位說 今天我們看這個爆端有沒有避震 但據說不只是看政府一部分人 以後我們要大眾一起團結 去不用一個社交媒體 剛才說印度我們來看看 Sensor Tower的研究 原來印度只有18%的用戶 是會繼續使用WhatsApp 13%只有15%的用戶 都會完全停用WhatsApp 原來這些用戶面對私隱問題 都會繼續使用化權的主流體 同時在1月7號宣布新政法 就是私隱條例迫我們接受之後 Signal是錄得120萬的下載人數 同時錄得130萬次下載 因此面對這個下載人數持續上升 請問我打擊了8%的 我也不明白 真的是各位 接著輪到反方拍出一位台下載人 發問請你必須開啟鏡頭 試咪試咪 是聽得清楚的 但是介不介意認識一認識 Virtual Background 這樣 好 是 是,謝謝 好,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CE 叮 是 是,不好意思 是,不好意思 停一下,停一下 因為剛才有一陣子 有幾秒是電話 所以聽得不清楚 所以介不介意重新問過 評判是否也有類似 聽到類似的問題 是,不如重新問過 我們可以轉一個裝置嗎 可以 可以 我們現在轉個裝置 到這裡 還在這裡 それで 可以 可行 我們這幾秒 嘻咪嘻咪,請問聽不聽到? 聽得清楚的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由尤方三個六點理青尤方台立場 政治上,尤方承認是登多做了大自暴投版行為 但霸權仍然是現見自受態度召咕 WhatsApp也就是延似資金的資本沒有取消 甚至現在已經逐步取消使用功能,沒有任何的跪低 而在收益上,尤方說廣告息大跌 所以社交媒體會跪低 所以尤方只是假設廣告商會走 相反,More Digital的客戶總監羅嘉穎表示 社交易民潮短時間有用 在他們眼中,一星期就完了 不影響任何客戶投資就有社交媒體 而競爭上,尤方的立場很簡單 即是多了一個損殺,今天的對抗就有效了 但先看現況 用在兩個社交平行共用的時候 請問有個台,有多大機會 即使WhatsApp會跪低 WhatsApp又成了哪個霸權行為呢? 謝謝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請問我特質不明 請問我特質不明 請問我請問我 請問我嗎 請問我便會 請問我反應 噵 不及可動 請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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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正方自由拍出一位便员来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CE 我现在先简单地回答一下,你刚才对于短期有效的论点 我今天已经说了多次,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人是关于私隐的 所以这个趋势,右方和我不如证明今天的趋势不会延续责任 其实在右方,我听不到右方怎样证明,不如右方向外面解释一下 接着回应右方最后问题,这个问题正好反映右方今天反映其中一个逻辑 就是你偷换了概念,今天我们在对抗,右方在说要永久改变霸权的行为 但是这个根本就不是对抗,请用我不厌其凡再用我一次法国大革命的例子 右方和我现在回答我,我当年法国大革命推翻了这个亡潮 但是之后出现了第二个霸权,那么说法国大革命是否无效对抗霸权呢? 其实这个都不是他唯一办的和出贸,还有瓦解 右方和我今天不断地跟我说,一副二副都说了,就算我们这次对抗了他,霸权也会继续有能力 去做下一次的霸权行为,所以我必须夺取他所有能力的能力 所以右方正好就直接反映了你,今天根本不是想对抗,你要瓦解霸权 请你不要再偷换我们的自由 发言时间结束,请停止 现在请正方拍出第二条台下发问,请你必须开启镜头 请,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有方同学说现在WhatsApp和Facebook的科技比新兴平台好 但根据2019年顾客私隐调查,有超过八成的美国人 认为私隐比其他用社交平台的得益更为重要 有方同学为什么会认为用户会因为一个平台 只是未够完善就能够凌介于用户的私隐事上呢? 一次的死机,难道就比起无可玩有的资料洩漏更加重要吗? 平台更新完善后,社交媒体移民是否已经有效对抗霸权呢? 畢竟每天都在这儿进步,有方凭什么认为平台永远都不会进步 社交移民永远都不会成功呢? 请有方正面回应,多谢各位 现在转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请不请不请不请的 准备时间结束 好,现在请反方自由派出入位台上缘回答 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记得清楚 可以 我和我们共同学说,有多个发言的美国人见为10人很重要 我都认同10人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发言是使我们要去接受政策 跟随时我们才讨论这条政策 要是怎样为了有效对抗 所以其实我们要去看看 究竟怎样可以令到发言使我们的改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他认为质疑价重要,但是现在很简单用一个WhatsApp的例子 知道他没有为一用,而且这些用户量仍然会持续飙升 所以问题是有关同学,究竟认为这个质疑是有什么用处呢? 人数依然飙升,大公司依然没有影响,谢谢各位 接着轮到反方拍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请你必须开启镜头 有一分钟的发现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有方的立场方向大倒退,第一条台下回答就说我们不是要瓦架,而是要和发权对抗 有方同意,有方自己主编开启镜的标准是说要收回发权,才可以有效对抗 一次有方二购就说,当我将Twitter和Facebook禁止政治广告令股价大些 有方在浪漆底下,是觉得这样可以给到压力 然而说到股价压力这么大的时候,请有方解释为何Facebook和Twitter还可以我行我素 毫无退让,可见股价根本就影响不到他们的收回发权的合议 相反,一方完全没有回应过我方的论点二 也就是未来新兴媒体对抗发权的可持续能力,以MV为例子 主单无广告,同时第一条台下已经说了 广告商在发权的媒体下未有走的可能 请一方解释在硬件和软件上的新兴媒体如何有资本对抗Facebook 还是有方觉得应该要素朱未知,单凭未来就一定会改变呢? 谢谢各位 现在进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准备时间结束,请正科自由拍出一位台上辩元回答 - 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 刚才我第一次回答的时候已经同意政治的压力是有用的 - 但也请尤方和我不要含决,我方的标准从来都没有说过要收回霸权能力 - 我只是说要令他作出退让或者改变,到底这些字眼中哪一部分令你误解了我说要收回霸权能力呢? - 反之说要收回霸权能力是尤方的定义,因为认为霸权的优势是永恒不变的 - 因为霸权有自己的规模,而这个规模组织是永恒可以给其他竞争的优胜 - 故此其实有方同学觉得我们今天必须要瓦解法决,抽换了今天变题的概念 - 跟着我再回应是有方同学不断地担心我们这些社会员的可持续能力 - 其实我曾经多次说过,大家越来越重视资议,而且有八成人表示自己愿意去用行为去改变现在的状况 - 去保障自己的事实,所以有方同学又凭什么去觉得这些改变,这些行为是不会在未来继续持续继续发展 - 连一方不断地担心我们的网络和EV带来,同时在WhatsApp他已经做出一个延迟 - 他特意去收回自己的政策,不再在原地的时间内去振作 - 发言时间结束,请停止发言 - 台下发问环节结束,现在进入结辩环节,双方结辩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现在开始 - 字党自信使打断了 - 卖时公不断地担心我们的网络 - 大家一起同行为,益主任是今天的教材 - 社官组能传达不到一周陧 - 国家迅速写快乐 - 个人的网络能運虑 - 猜市公平 - 手勇解订的? - 手勇解订的? - 手勾订的? 准备时间结束 先由反方结辨总结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行镜头示意 可以再大声少许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各位大家好,其实今天双方都希望影响一个无法权的社会 能够对抗成功亦是我方的愿景 但是有方想得太过理解,我考虑过 现在原来在实际的行程中更加的心态 持续副作为快速前程和其转弱警配套的支持 和力量一致发展的变化 第一,有方从头到尾都没有跟我们论证明这条 第一,他说WhatsApp延迟了他的增改私隐条例 但是我想说,延迟了不代表他有效对抗 第二,他说现在已经算有效 多了人用,就已经算有效 因为转弱需要时间 我觉得成绩是有短期效益 但是如果要说有效对抗的话 是需要长时间的究竟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新清的社交媒体资本也比较少 本来有长时间 本来长时间和庞大之一的风尖斗 我们台系也说过 WhatsApp延迟总监说过 这个变化一叶,对于他来说是没影响 第三,有方的立场倒墙 他就跟我们说社交园是有效的 但是他说我们很长 他就说我们要看里面,以上坦克 有个方法 所以有方都知道社交移民是无效解决败的问题 其实我们不妨可以把社交移民这个手段看得更快 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关系的方式 就好像在我那一刻 你如果做工确实不给反正你的道理一毛一脚 因为社交移民 他们每天都是用一个草固模的方式 成功拍到霸权 不能够似乎自己是六头 就在任意妄卫 但是有方的立场是因为我们的对抗 作为文庫模那么简单 而是一个商业利益为首要前提的霸权 有方今天不停是检查 我方说我们再以待会很超级很低 但是我方主是比有方看得更加决定 所以问有谁不想对抗霸权呢? 我方主对听同意对抗霸权 也可以继续用社交移民这种方式 但是也要给大家切清楚 其实就是有很多次庭 有很多手段 就做了工业的 可以购买不到你想要的职客 就像读大学那样 就像读学员 都可以帮助你升幅向上来的机会 做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但是我们都不会说入大学是不重要 所以同样的划拳的形成并不是一招一席的事 我今天只不过很无论的 告诉邮航听 社交源的特点就是 新兴平常会足够的资本去对抗 同时现实工业的每一个人都会跟这一样 要是他放弃救平台 还是用新的平台 因此他的最后 就算社交源还是没有靠 是徒劳提供都好 大家今宜要坚守着方向和本德 物业似此而不为 多谢各位 反方结辨发言时间为 3分29秒 无超时无需求分 最后由正方结辨总结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叮 朋友方答了这么久 我好累了 其实我想和评判谈谈 相信评判都有带来的经验 有没有面对过以下的情况呢 譬如说如果学生未找到资料 你会不会否否剩整条主线 又比如说如果学生怕自己说不好 你会不会放弃整个论点 那你又会不会因为一个学生 他赢不进每一场比赛 拿不进街面 就断定他是不应该打辩论的呢 我想评判都是说不完 但是尤方今天就是保持着一个相反的态度 尤方会因为当下没有在未来的资料 当下的用户做不到完美移民 当下社交移民不是次次成功 即使他赢过比赛 即使他很有潜能 就断定他是无瑕对抗 不过 不过即时 其实今天有方一直都在回避我们主辩的问题 他说我们主辩问是否承认社交移民有成功案例 而有方怎么都不承认 WhatsApp是有退让有转态 是因为有方担心一旦承认了 就不能否否定社交移民是可以有效的 不过可惜即使是这样 有方依然下定决心要否决社交移民 如果社交移民是一份计划书 而有方是宣布他使用的老板 有方就犯了以下四大错误 第一,不在长远发展 有方暗示现在社交移民 是要同法权认成细功力的宣誓有效对抗 但他只不过是刚刚起步 为什么要强求一速而走 有方不是要求赢在起跑线 即是叫人一出世都冲到终点线 第二,欠缺大局观 有方今天就在说用户是会新的平衡一齐用 所以就是无效对抗 但有方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用户是需要时间觉醒的 首先从一个选择斩揽 是需要时间发现他有问题 以及做离开他的决定 已经对我方一虎提到的研究 用户对私人的关注越来越高 将来会有越来越多人参与社交移民 第三,欠缺团体精神 即使用户是真旧都用 社交移民的力量不限于用户本身 还可以找到政治外援 一起行霸权施压 而政权必然比霸权更强大 第四,和时代脱跌 有方觉得新社交媒体没有经济有因 没有演出化和广告 所以就做不住了 有方觉得真的 你说的对地方就是 这个就是他的卖点 因为现在社交媒体 用一些新方法来赚钱 例如说MeWe 它是免费的 但它也似乎收费用户制 有方是留在以前的社交平台的收费模式 才会否定新的社交媒体 主席、评判 大家好 不好意思 要这一刻才打招呼 因为事情是要帮培吉慶重 我认识有方就不会分 急是有方对社交移民的态度 轻是有方对他力量的误读 但我方就看到 社交移民有三个重重的力量 都可以向拜团施压 让他们达到游客对抗的标准 令霸权退让、改变行为 首先我方一副指出 社交移民是民意的体验 迫使政府出手、惩治霸权 令霸权政治授压 其次我方二副说到 用户当这个霸权不再是用户常用的平台 社会广告宣传价值急跌 股价亦受挫 令霸权收益受压 最后当用户进行社交移民 必然会帮助其他竞争者割起 用户又不能选择 令霸权竞争优势受压 以上的三大压力 有方是回应不到 为什么社交移民 形成不到以上的压力 说到这里 我方都明白了 大家在对抗过程中 会会伤心、失望、气馁 但请大家不要绝望 因为确实是有情况 10年前 竟然用少些胶袋 大家都说你几人休天 但当全球暖化煞到埋身 今天有谁敢说 环保不重要 而应该少用胶饭管和胶袋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 霸权不是一天都打得低 有方都明白了 当有更多人觉醒的时候 当社交移民更加成熟的时候 就可以成功打击社会的霸权 请评判 请有方 给信心 给机会 给时间 社交移民的力量 谢谢各位 正方结变发言时间为3分58秒 无超前 无需扣分 比赛告一段落 现在将会留点时间 给评判整理分数 如果评判对于评分上有疑问 也可以稍后提出 提提评判 最佳辩论员 需要额外评分 每位评判 请先选出三位表现较阶的辩元 再分别给予分数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余下一位有10分 请不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评判逐一为今天双方的表现给一些评语 首先有请香港中文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员李梓凯先生 为双方表现给一些评语 好,基本上我会想在你主线上 和两边今天争吵的位置上去做一些评语 先说正方,正方今天开了三个点 其实你问我的话,三个点都正常 有些人有要求,政府就会施压 然后人们走了,人们没有广告,拜平就会害怕 然后第三个点,后面没怎么说 第三个点就失败了 去到后面主要是说政府会帮忙 然后收益会减少 我听到你们全场都是说印度WhatsApp的例子 但很奇怪的是你说它会退让 我会期望听到多一点的就是 譬如你说在印度上面 WhatsApp就会改变了一些私隐政策 其实它改变了什么呢? 你问我的话,它延期 其实某程度上我会同意反方所说 你延期不代表它是退让 因为它迟些才做 但如果我听到你的说法就是 印度因为政府出手私压 因为人们移民走了 所以WhatsApp就在它的私隐条款上面有些更改 但你又不跟我说有什么更改 这个就是在资料的运用上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其实今天你会听到 正反双方最大的争议 或者正方说的就是 你要打低一个霸权要时间 你不能现在还有一点失败 或者现在还没做到所有的事 就等于移民是没用 我觉得这个说法听起来是OK的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 因为你的推论是不足够的 就是你看看现在的人 就越来越自从私隐 所以将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移民 你去到推论将来的人 会有越来越多移民去到 其他社交平台 你讲来讲去的说法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你的线是这样设计 你的策略是这样做的 那是没问题的 这个策略是OK的 因为你大概都会知道 反方会跟你说 喂不是啊 你WhatsApp那些 Facebook那些 现在还在继续做他的那些坏东西 那么这个策略是OK的 但是如果你定了这个策略的时候 你去执行的时候 你不能够期望我 只是用同一种的说法 loop两三次 你的说服力是会高很多的 所以 rather than你只是说 那些人越来越注重私隐 我期望你可能会有多些论据 或者多些其他的说法 去到说 为什么这个社交移民 在长远来说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呢 这个是很遗憾地 就是我听了全场 其实都听不到的 所以这个就是正方去到 回应反方的事情的时候 或者你自己一条主线的时候 那个问题 因为其实你正方 你不是很打算去正面的回应 反方跟你说 现在他还是在做一些坏东西 你永远的回应 就是第一招 或者就是说 他现在做不到 将来他就会成功了 那如果你是想着策略上 是这样回应的时候 那你就要放多些笔墨 去告诉我 为什么你们觉得 长远上来说 他会成功 现在的失败是暂时性 那这个是正方 好了 那么说反方 反方基本上都是 就是 就是那一招 就是你都是说 喂不是哦 你看一下他现在 有很多人社交移民 社交移民了之后 Facebook和Whatsapp 都还在做一些坏东西 他都没有改变过他的行为 那就是失败了 反方条线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用一句去准备了他的话 反方条线就是这样的 都是 我自己觉得 没问题的 在策略上 当然你要打反方 就是这样去做 但是一样就是 在推论上面 推演得不够 因为 你反方 其实基本上 我会听到的东西 就是你纯粹用一个 现在你看到的现象 去说明 其实他是没有用 但是你没有什么去解释到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或者为什么他推到这个霸权 是这么难的一件事 这个就是 反方去到回应政方的论点 就是说 你将来他会成功 将来他有机会做到 短时间他做不到 我觉得 反方在回应这点上 亦都是给不出一个很有力的反驳 你永远都只是 永远都只是说 你看他现在没有改变 你看他现在真的没有改变 你看他的资源 就是Facebook 他的资源都真的很多 我自己觉得是 你铺陈了一些事实出来 但是你没有去解释到 这个事实背后的一些原理 或者一些理解 那就会令到 你去反驳别人 长远的那点上面 会有些不足 例如 你可以说 你可以用一些社交媒体的特性 去告诉别人 其实为什么 就着社交媒体的东西 你推到一个社交霸权 其实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 因为很简单 就是 一个社交媒体 为什么它是一个成功的社交媒体 因为你有很多朋友 都用着 你有很多其他的朋友 都用着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社交媒体 它本身 是已经有很多人用 就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大的优势 你想想 你转去MeWe 没有人用的 你的朋友 不在MeWe 那你开来做什么呢 你可能不是 只有一个币 但是你最主要 都是用Facebook 或者WhatsApp 和Signal 是的 有很多人是开了Signal的币 但原来你日常工作 和沟通的平台 都还是在WhatsApp 一样都是 这个 这件事 就是会令到 你其实 你是有个币 但是你最活跃 或者你最常用的 都是原先的那一件事 所以 在这一方面 你去解释 为什么我们 去 这么难去 撑动一个 社交霸权的时候 那个推论是做得不够的 你永远都只是 永远都只是说 他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是怎么样 永远都只是拋了一些现象 但是你没有深入去解释 为什么 那些人 还会继续活跃 在Facebook 和WhatsApp 这个就是你回应 他正方的论点上 是差了一点 所以 总结来说 就是 今天大家在策略上 都是OK的 我自己觉得 但是在执行你的策略上 的时候 你就要 准备多一点 你的推论 和反驳上的推进 就不能够 永远都是 一副也是说的 二副也是说的 那你要想定多一点 不同版本的解释 那 法学正方来说 就是总结一次 就是 你就要 就是 就是 你给多几个原因 告诉我 为何长远来说 他会成功 反方来说 我会期望 如果你打这场的反方 你需要 就着社交媒体的特性 去解释 为何要减低 社交霸权的困难 比起你去撼动 例如 卖东西的霸权 是更加难的 这场比赛 我觉得 这样的交锋 就可能会更精彩 那我评语就来到这个位置 谢谢评判 接下来 有请香港浅会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员方建军先生 就双方表现给一些评语 好 谢谢 也都很感谢赛会 邀请你 我觉得 这场 其实 大家貌似回应了很多事情 但其实这个战场 其实很小 真正交锋店 只有一个 就是用户人数 在现时的用户人数 和未来的用户人数上 去上任交锋位 大家如果细心去听一下 如果在用户人数 去说的话 今天政方会说 现在Facebook的用户人数是多少 WhatsApp的用户人数是多少 喂 还在升 OK 完了 反方的推论就是这样 政方就说 是啊 不过我们之后 人民会觉醒的 是不是 我们就不会不中的了 这是在说未来 所以是一个现在与未来的对付 今天其实正反双方 在反方以赴之前 其实是没有什么 重点去 点对点去常人回应 去回应 反方以赴有尝试提出更多的回应 提出更多的回应 提出更多的回应 提出更多有力的回应 但是我论言可以放多 上前一点 而真正是做到回应 在反方来说的话 是第一条的台下法文 它是逐点回应了 政方的论点 但是回应上面 是否真的 在结件上面 是否真的可以拿回来用呢 我觉得这些点 就是反方的同学可以留意一下 而第二 而去到双方的论点 上面 政方会打住一个旗号 就是从本质上而言 移民了 社交媒体有人用 像刚才评估所说 社交媒体有人用 原因是因为有人去支持 当如果没有人支持 移民了 的情况之下 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就是没用 就是这样就叫做对抗 政方是一个很正路的方式 从本质上去打 但是 有两点 应该说你们三个论点上面 前提都是要成功做到才行 而这一点反方是没有打过来的 他只是说现在 现在的人数很多 代表不成功 然后讲回时间线问题 100年的时候 其实Facebook已经爆发了 已经说被人出卖 将他的资料被人出卖 在帖文上面可能会被人过滤 100年到2020年 甚至2021年的今天 究竟活跃人数 究竟新下载人数的数量有没有升 这点我期望在反方上面可以告诉大家 究竟 就是说 就是回应 如果用政方说 人民会觉醒 觉醒了近两年了 数字上 是不是真的会上升呢 不知道 就是这个问号 所以呢 由于反方没有攻击这个位 也都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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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应 政方在政治上这个位 我是不会加任何分给反方 也都不会扣政方任何分的 只不过是它是纯属一个论点 没有什么向上回应 而另外呢 政方在政治这个论点上 如果细心一点去想一想 刚才政方一副有 整个很完整的政治影响的批发 根因是在于因为有市民反映 所以政府出手 然后政府施压 WhatsApp才会去进行回应 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发表进行回应 这个是整个完整推理 但是反方要留意一点就是 如果市民没有反应呢 当如果市民没有反应的话 就是不会构成社交移民 不会构成社交移民 就不会构成今天这条变态 那政方同学所说的 就是纯属是政府施压 所以WhatsApp回应 所以这个推论模式 大家要小心留意 就是一副一个很长进的解释 我觉得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项目这个论点 对于我来说都比较新穎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 反方同学要留心多一点 就是在回应上如何解释 而另外呢政方的两个论点 包括是广告以及竞争上面 前提都是成功和有效 但是这一点呢 反方未好作出一个充分的回应 而反方方面呢 你第一个论点呢 其实是重要的 就是说同时使用 当同时使用 我用着VV 我用着Signal 我但是同时使用着Facebook 同时使用着WhatsApp 在他的霸权体系之下 其实仍然在继续使用着 没有影响的 即使你跟我说 人民会觉醒 会重用了多久也好 都对你来说没有分别 因为大家一起使用 对不对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去到后场 很少很少听到这个位置 而第二个论点就是说 讲资源的本质 我觉得这个呢 是有少少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就是无论任何一间初创公司 初创的什么东西都好 它资源上一定是少的 影响你一定是小的 但是怎样它可以由 就是好像我这点 我认同正方界 从小去培养 是吧 未来可能会做大 但是未来会做大 怎样做大 在可预见的将来 即是有没有 所以正方要留意了 同样一样就是 反方在论点2的时候提及过 因为MeV没有演算法 没有广告 所以它的资源收益会减少 是 没错 所以它在专业的平台上面是要收钱的 但是MeV出来的原因 正正就是因为它不想要演算法 正正就是因为不想要广告 所以才会有MeV出现 这是它成立的初衷 所以它成立的初衷 就是因为不想要这个情况之下 它本身就已经预示了这个问题 本身已经接受了这个问题 所以在资源上面 是好像你这样说 好像说一定不会 但是实际上它根本就不需要靠这个 它可能不需要用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这一点呢 我不认为它作出一个有效的回应 就是不作出一个有效的论点去推论到 究竟在资源上面 为什么在未来它不一定会再成功呢 我觉得要再多一点 其次就是对于今天政法 雙方都各自有一样的一个位置 我想去再补充多一点 就是刚才除了政方所说的政治考量的问题之外 它会说股价受挫 会说收益 为什么呢 其实反方会在后场上面去回应 比如说Facebook跌了 继续做吧 没问题的 但是大家如果再想得清楚一点点的话 就是如果一百年它曾经 就是时间线很清晰多一点 就是一百年它曾经爆过这些丑闻 就是都已经被人爆料了 它去到最后都仍然 哇继续霸权 那么 是不是真的股价对它有影响呢 广告的收益是不是真的有影响呢 或者有没有最新的数字呢 比如说 反方会提及的一个报告叫TotoHK2021 提及的报告就是说广告收益 当中有没有去常乱值呢 然后会提及一个叫用户人数觉醒 用户人数大家都会尊重了多些私隐 我同意 这些绝对同意 尊重了多个个人私隐 但是不一定要转用MeWe 你可以用VPN 你可以在你新的社交平台上 你减少个个人的资料 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是不一定要社交研发 这个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政方很纯粹地说 他尊重了 转用个人私隐 所以他就一定要转用了 这个的必然关系一定存在 所以政方和我可以留意 到最后 何为霸权 何为一个社交媒体的霸权 大家留一个数据就是 大家很个别去看Facebook WhatsApp Signal MeWe 但实际上 WhatsApp是随属于Facebook IiG是随属于Facebook 而Facebook message 更加随属于Facebook 而这个体系正正就是 从结构上 从大家在手机的社交媒体上来说 这个正正就是 生活的作息 就是生活的生态上面 究竟如何垄断你整个的 和愚人沟通 社交媒体的限制 所以这个更加是一个霸权 反方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用这件事 就算一个月用了 其他有千千万万 其他人在帮 你不用WhatsApp 但你用了Ig 甚至将来说 未来年轻人的市场 我主要是用Facebook 但下一代的年轻人 可能大家已经用了Ig 这些情况 但其实都是在Facebook的旗下 是没有分别 可以在垄断市场之下 其实是没有分别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大家要对于社交媒体霸权 或者垄断的情况 用多一点的数据去宏观 多一点去看 究竟在数字上 或者结构上 究竟会是怎样 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大家再做得好 多一点的 小小的意见就是这么多 谢谢 谢谢 谢谢评判 最后有请廖寶山建念书院 中文辩论队教练 曾施齐先生 刚才两位评判都用得很丰富 现在我也有小小的意见 是想给双方 但时间有8个人 双方各个人一个就算了 第一个我觉得 正方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你们的推论和勒论的过程和基础 譬如今天正方 当场上也有说到 譬如你们是想打 今天的新兴社交媒体是很弱的 但没问题 因为他们未来很有潜力 但是你们一辅这样说 我是可以的 但到二辅都仍然在用这个用法 接着你又用一些很实际的数据 现在我也很明白 其实是做一个辩论 你没可能找到一个未来的数据 但是你可能找一些数据 就是那个趋势是如何 你不会说 你全级考第一位同学 和全级考第一位同学 在未来也有无限的可能性 在DSE里面拿30分 很明显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考第一位同学 很明显是有一个 那么大的机会 有那么大的趋势 可以在DSE里面考到更高的分数 我就期望可能会听到更加准的支撇 或者更加硬的支撇 可以解释得到 为什么你觉得DSE里面 或者为什么你觉得Signal 在未来是有机会的 就不只是数据 因为它在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 就这样一句就带过了它 所以我觉得这个论证的基础 就是前场如果你作为一个假法 我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作为整条主线 你的出发都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步 我就觉得是稍微信息 第二个问题 刚才有评判提到 就是你以政府作为一个外援的打法 其实虽然反方没有提 没有什么回应过这个地方 但是其实我想和大家 我在分数上 没有给互相加分或者扣分 但是我想和大家说一下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民意反映了一个政府 就是再由政府去制裁WhatsApp 其实和社交移民与否 是没有关系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市民觉得不喜欢WhatsApp 有这个民意 但是它可以不需要移民去讯录之下 表达到这个民意给政府 政府按照你们的说法 都应该会去制裁WhatsApp 因为它要听从我的民意 所以其实你们没有很清楚 将那个民意和移民这两件事 是说得很清楚 是移民是反映了民意 但是最核心的关键 就是不是阻共移民 而是阻共民意 如果反方抽到这个位置 出来说的话 你们这个论证就会变得很危险 因为反方也没有任何原因 所以我们也没有在这个论点上 给政反双方有任何分数的分别 我纯粹是作为一个评判 在完场之后 就跟大家说回这个问题 是做得注意一下的 我现在再说一下反方 其实反方呢 我最不喜欢反方的地方 就是反方其实是 我不知道是叫做便宜 它有一个傾向是很喜欢误人 就是这样说有点难听 为什么呢 譬如反方他会 他异父的时候就会说 有方和我退了 就把准则说用政府 但其实政方由主辩开始 都是在用这个论点和准则 所以其实政方是无退的 反方就说有方和我退了 但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例子 比如说去到台下的时候 当然这个政方也有发现 就是说要收回他的权力才行 譬如这些政方是没有说过 要收回他的权力 因为政方是主要去抄 是要那个罐子 支配了客人 所以这个位置你又要注意一下 甚至乎在反方的主线建构上 我认为是有些人冤构 但是我在分构上没有做任何事 因为政方没有说过你特别是这样冤构 政方的欠缘 就是说 其实你的EV的设计 本身就是不想让广告商 主宰了整个EV的收入 就是不想为了讨好一些广告商 所以就要搞到更多演算法 收取的资料 所以他们才不找广告商 所以广告商不找 所以他们不接受广告商 但是你们的认识就是 虽然广告商要离开Facebook 甚至乎是不认同他们离开Facebook 但是因为广告商没有找过EV 所以在长远来说也未必是很有 但其实EV本身成立的意愿 就是不想要庄广告商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位置论证的话 我又略远你的主线是有点屈的位 当然虽然在政方的好效到欠缘 才有一个回应 但是在这个地方上 我只是给了政方欠缘有分 其他都是没有特别加减分数 我想说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去到反方第二条的台下发问 其实我觉得你们才能说到 你们今天最想说的就是 比如说股价是会有下跌的 令到Facebook的股价是有下跌的 但是Facebook是不会害怕股价下跌 就是股价下跌是会有影响 但是它是不会因为你这个股价下跌 就从而去改变它的行为模式 但是去到后面可能实际上 去讨论的时候就是 到底今天的社交文明是否 第一个问题就是 有没有施予压力给这个社交平台 而双方都觉得是有的 但问题就是 到底这个压力是否足够令到它有一个行为模式 不再是霸权 这个我首先觉得是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 但这件事就已经去到很后场 去到这个反方第二条的裁下发问 才是运载出来 所以我觉得是有点可惜 如果这个可以早一点出的话 那个交锋可以再多些 再讨论一下 但怎样才为之有足够的压力呢 这个问题也觉得很值得讨论 那我的评论是这样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评论的评语 现在比赛结果已经计算完毕 首先宣布最佳辩论员奖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是 正方结辩何芷晴同学 而今天的赛果 正方得票为一 反方得票为二 换言之今天胜出的是 反方补血会上至英文书院 恭喜 支撑 施aden 于奈 如果认可 否认可 评论 아�k 而 优 năm 自己 тебе